請問共賞看一下洪生和他的解讀 他在他的脆上面發的 他記得說這個 發生在9點左右 當群眾一來的時候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委員 幾乎臉 一沉 完全沉下去了 他們前面其實還會覺得 他們開始表決應該就是佔了上風 好像自己贏了 可是發現外面的人一來呢 就開始了 加上綠尾們 他自己自證恐嚇 我們不斷的在跟 裡面的議場內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說 現在外面群眾正在增加 從一開始可能數十人 百來人 後來三四百人 甚至最後可能將近千人 也可能 破千 其實這對他們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還爆料說 所以中間一度 甚至傅崑奇還一直不斷的要求警察去 增派警力 甚至還帶了棍棒 帶了盾牌 我們要請問楊明哥是 吳思瑤今天也回應啊 他說 他在院長是戳傷的時候親自看見 也聽見副總召 拿起電話說 給我多調點警察來 現在立法院長是傅崑奇嗎 既然可以公然指揮台灣警察進駐立法院嗎 不曉得坐在旁邊的韓國瑜有什麼感受 我是不知道民進黨有什麼 資格講這種話 當初把立法院用警察全部包的死死了 各位 曾經在反年改去抗爭的朋友都有體會過了 所以 當然我覺得就是說國會的尊嚴 國會該不該再被佔領這件事情 我個人的立場是這樣 如果今天有人要去佔領國會 我覺得應該就給他佔 為什麼 國會本來就人民 這個選出來的嘛 今天有人要衝進去 今天警察守護不力 被佔了 那就讓他們去 運作吧 我們的國會被癱瘓 好像 很多的民眾也會覺得好像沒什麼差 那反正呢 這個國會癱瘓之後呢 這個現在的執政黨叫做民進黨 是民進黨有職 有這個義務 要去讓國會正常運作 不是在野黨 現在只是因為在野黨的席次比執政黨多 可是呢 你今天國會正常運作是執政黨的 責任 讓國會正常運作是執政黨的責任 為什麼 很多的修法 很多的他們昨天講什麼 什麼再生醫療法 什麼 什麼一堆什麼拿了一堆法案說 我們應該要討論這個 沒錯啊 那如果你今天要把國會癱瘓的話 那請問 這些法案怎麼過 請問你的預算怎麼過 請問NCC人是怎麼省 請問 後續 包括什麼 要追加1000億給台電 要不要省 都是嘛 包括卓榮泰要去立法院做 質詢報告 所以我說 就讓他們站 如果今天他們 發動群眾要去佔領國會 就讓他們站 國民黨立委根本不用去 擔心 就讓他們癱瘓 因為 最後是你執政黨的 團隊要決定 要不要讓國會清空啊 這個國會的功能 基本上我必須講 大部分的法案都是執政黨要的 大部分的法案 現在是 罕見一個在野黨希望能夠過的法案 被執政黨阻擋下來 現在執政黨就是要阻擋這個法案嘛 那我們前面也已經講了為什麼他們要阻擋 可是 不管怎麼樣今天 包括無事要委員包括他們這些 在講什麼 可能會破籤可能不破籤 其實昨天那個人潮 我必須講 民進黨心裡面可能有一點焦慮 你會發現 現場真的沒有現在的年輕學生了 那個現場 幾乎都是10年前的熟面孔 幾乎都是老人家 就像今天四叉貓 我想說 哇靠天啊都是阿伯阿嬤 我天啊 你不要這樣子 他說他今天看到來那麼多人 他已經感動到快要哭了 對 可是很多都阿伯阿嬤 那你就表示說 這些都是所謂傳統媒體的支持者 我覺得這個當然我們也要幫中天講一下話 比如說你看10年前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10年前一個很經典就是 那時候反服貌的時候 凱道 有中天的記者在現場連線 然後呢 旁邊怎麼樣 有人就舉牌說中天請報導真相 旁邊另外一張子寫什麼請轉台 對啊 這是以前 他們對付中天 昨天在現場一模一樣啊 我們中天的記者在現場 居然還要被他們嗆聲 最誇張是什麼 中天已經被關台了 對啊 中天已經被關台 他們居然還要中天記者滾 這是怎麼樣離譜的 偏差的一群 可怕的人 這是很可怕的 他們連言論自由 因為你的主張跟我們講 你連言論自由都沒有 我說這才是現在民進黨危機 所以呢如果今天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根本不用 如果今天喔 比如說禮拜二 他們發動群眾去 真的不要 不要去保護主席台 就讓他們佔領 就讓民進黨忙一整天 就讓民進黨立委緊張一整天 然後呢 你們這個國民黨立委就 發動兩組人 一組就在那個主席台 就如法炮製 你們就在主席台後面 嘿嘿 然後這樣遊移遊移 然後他們很緊張 緊張一整天 其實你們什麼也都不要做 就這樣啊 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啊 其實守住 那個主席台才是最累 你連要去上廁所都很難 這個我相信昨天憲哥 對不對 感受到了 那個都有很大的壓力啊 要從頭到尾守到底啊 所以 你說這個國會法案 真的有這個急迫性 有嗎 我必須說 一般民眾感受不到啦 也許 像黃國昌委員會覺得 這個有他的必要性 為什麼 因為520上來新的官員 才能夠被 這個 全責相符的被監督 但是一般民眾真的 感受度會很低 那我還是回到 當今天立法院發生衝突 請問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 請問中華民國是誰 應該要讓朝野和解 往前走 我再次呼籲 是賴准總統 你應該要召集朝野領袖會談 共商國事 把這個 把這個難解的解解開 我再次呼籲賴准總統 你可以200多天不進 議會 但是你當了總統 你如果不讓國會 好好運作的話 你會是歷史的罪人 其實剛剛雅民哥放出我們中天 在10年前的畫面 那確實讓我覺得 相當難過 因為在10年前的內役呢 我是在中正一分局那時候 如果你去查一些關鍵字 就中正一分局 女記者被包圍 就我跟我的攝影 其實在昨天晚上 看到那個畫面 我們大概只開了 Maybe我開了不到 一分鐘的時間 我就關掉了 因為莉莉在目啦 當時就是 也是因為他們看到是中天 就直接衝上來 一樣的一模一樣的橋段 對著我們的鏡頭 比中止 拿外套直接蓋住我們的鏡頭 不讓我們採訪 也一樣叫我們滾出去 最後是有這個 刑警 衝進去把我們救出來 但一路跟啊 還在我的耳邊 不斷的辱罵嘛 就說什麼 你到底要多下 什麼下叉 才要當記者等等的 所以那時候 我是對著警察的 當著警察的面 直接哭出來 可是背對著這些 抗議的民眾 所以其實我沒有辦法 完整的看 這位的那一幕 只是說我有點 訝異也深表遺憾 十年過去的 同樣的場景 還在發生 尤其我們已經被關台了 到底還要叫誰下台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得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 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 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 夹煉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 北美優質 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 GRAS 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 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 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 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 額外折扣 再次